来 让我们掌声请出求职者 胡伟龙 29岁 青岛大学 计算机信息关系系 请工作人员打开我的PPT 谢谢 好 来看大屏幕 主持人 两位人力资源老师 以及各位boss 大家 大家晚上好 我叫胡伟龙 我来自山东省林仪市 于2014年毕业于青岛大学 目前在上海市从事 渣卧软件开发工程师的工作 关于我的工作经历 我可以总结为以下四个时间节点 首先 第一个节点是在青岛 从事有关地产行业的开发工作 第二个节点是去上海 从事的有关文旅行业的相关功能的开发 以及第三阶段 是我和我朋友一起去创业 做的产品是互联网加设计的相关领域 以及最后一个阶段 是做的有关流媒体行业的开发工作 关于我本次求职的意想 本次求职首选岗位是 扎我软件工程师工作 也就是技术岗位 行业的话首选互联网或互联网加行业 工作地点目前只考虑上海市 谢谢大家 非常别具一格 就创意的一段开场自我介绍 你这个开场你练习了多久 这个开场的话 主要的难点就是在 我如何配合这个PP同步 整个练习过程当中的话 差不多有一天时间吧 所以他为了短短这几十秒钟的时间吧 用了大概得有24个小时以上的时间 来准备对吗 对的 这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 为这个开场白 做了最多功课的一位求职者 而且他特聚焦 就是他特想知道自己要什么 目标感很强 是